明依姐妹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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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明依姐妹饕的料理教学厨房 我是大胜 今天呢要带给各位一道料理 叫做奶油白酱起司鸡腿 我们要准备的食材由 明依姐妹饕的放山鸡去骨鸡腿 以及我们的 胡椒 盐巴 糖 起司、白奶油、蒜頭 馬鈴薯、玉米筍、九層塔、巴西里、黑胡椒 製作白醬池所需的30克奶油 30克麵粉、300cc的牛奶 以及30克的鮮奶油 那我們先將雞腿簡單的醃漬 首先雞腿比較厚 所以我們要把它的肉稍微片開一點 這樣等一下在煎的時候 烤的時候可以比較快熟 加入少許的糖、鹽巴跟胡椒就可以了 然後均勻的抹在肉上面 按摩它 並且用力的敲打它 這個動作可以讓肉變得更嫩 接著我們把皮跟肉分開 稍微撕開 這邊會形成一個縫 並且我們在這個縫裡面 加入我們的起司 把它均勻的鋪在裡面 這樣每一口都吃得到起司 知道厲害吧 然後把它皮稍微塑形 拉皮就可以了 那我們將雞腿靜置10-15分鐘 好那我們現在等待雞腿的同時 我們先切一些配料 蒜頭 切一半 它會形成一個蜂巢狀 切好的蒜頭 跟雞腿下去一起煎 除了可以增加雞腿的香氣以外 等等我們可以拿來做盤式 然後我們再把馬鈴薯對切 等等跟雞腿一起下去烤 當作它的配料 那我們現在就來煎雞腿吧 首先我們先熱鍋 熱鍋的同時呢 我們記得要先把雞腿的表皮給擦乾 把它多餘的水分給擦掉 防止淋一下油爆的可能 好熱鍋之後我們下油 那我們煎雞腿的時候皮雞腿要朝下 我們要把雞腿的皮也煎酥 然後我們稍微用鏟子 把它壓平 我們可以把火關小一點慢煎它 把它的雞油全部滴出來 這時候我們加入蒜頭 以及馬鈴薯 我們把雞腿也煎成這個狀態 金黃酥脆之後翻過來 把另外一面也稍微煎一下 然後我們將雞腿拿出來 馬鈴薯也可以跟它一起下去 那我們現在將雞腿 放到已經預熱好的180度烤箱 烤約10分鐘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製作白醬 首先我們先加熱牛奶 為什麼要加熱牛奶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跟著麵糊已經開始炒 它這樣子的溫度才不會相差太大 我們把牛奶加熱至微滾的狀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關火 先放到旁邊備用 那接下來我們來炒麵糊 首先我們先將鍋子預熱 加入奶油 好 記得我們炒白醬的時候 用小火炒就可以了 防止炒焦 將奶油融化 融化之後我們加入麵粉 麵粉下去前記得要先過篩 好 這樣子過篩後比較不容易結成團 我們把它炒 記得讓麵粉都吃得到奶油 好 我們炒到它微微發泡就可以了 這時候加入我們的牛奶 分三次加 我們讓牛奶跟麵糊慢慢的融在一起 好 拌完之後我們現在來調味 我們加入少許的胡椒 鹽巴 跟糖 然後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關火 加入鮮奶油 增加它的香味 與滑順度 這樣我們白醬都製作完成了 好 我們雞腿已經烤好了 那我們把它拿出來吧 那我們把雞腿切成 我們方便食用的大小就可以了 看到這個起司了嗎 讚 那我們現在切一些九生塔 等一下灑在上面增加它的香氣 我們把剛剛的蒜頭 放在旁邊 然後馬鈴薯 玉米筍 可以放一些巴西裡當個裝飾 這時候我們再淋入白醬 然後炒上我們剛剛切的九生塔 最後撒一點黑胡椒 這樣這道菜就完成了 非常棒 如果你們看完蛋糕